歡迎收看今日的明報多倫多5點半新聞直播 今日9月3日 首次置業免息貸款大致有三類人可以申請 七個月內有1900萬加拿大人個人資料外洩 大多區槍擊案此起彼洛 日頭開槍由多倫多打到Mississauga Brampton 今日打到北面的Richmond Hill 一間酒店房間裏 今日下午1點30分 烈士Highway7和Leslie的Holiday Inn酒店房間裏 有人開槍 沒有人受傷 究竟什麼事現在都不知道 只知道警方在現場帶走兩個女目的者 回警局協助調查 聯邦政府推出的首次置業者鼓勵計劃 開始生效 凡是加拿大的公民、永久居民 又或者持有合法工作簽證的人 只要是屬於首次置業 都可以和政府申請這個免息貸款 但如果是國際留學生 對不起 這次無利份 提出申請的可以是一個人或以上 可以是夫婦或是朋友 但無論是什麼關係都好 所有人一年的總收入 是不可以超過12萬 按揭經紀郭澤民就說 大致有三類人 是可以符合首次的條件 第一就是從來未買過屋 它就是用兩夫婦計 只要有一個未買過屋 它就可以申請到的了 這是第一種 這是很清楚的了 第二種就是離婚 或者是分居 都很清楚的了 第三種就是以前買過屋 但是它就賣了 過往幾年都沒有屋 它政府就定了一個四年期 但是四年期它就不是用 你closing那天 數回頭那四十八個月 它不是那麼簡單的 它就要追溯回 最後那四年 譬如現在2019年11月1日 那四年應該就要2015年 11月1日它就不是 它用年頭計的 譬如2015年1月1日之前 你沒有在加拿大擁有物業 那都是合資格的了 它提醒申請人買物業 落offer之前 最好先和按揭經紀 搞清楚的日期 確保符合貸款資格 如果不是 只會找來搞 申請人到底可以和政府借到多少 那就要看看買的是新屋 還是二手了 新屋可以借到屋價的10% 二手的最多可以借5% 不過上下一定不可超過年收入的4倍 這樣還未夠 還要看看申請人每個月的基本開支 例如水電費、地稅、管理費 以及每個月要還的卡數 汽車貸款所佔的收入比例 數數手指 如果只是靠政府的免息貸款 給你借到最盡可能只有幾十萬 如果手上只有幾萬元做首期 而多倫多屋價這麼貴 頂了籠可能只可以買個帕文單位 這個計劃 講就講是免息貸款 但是政府又怎會沒有債 政府借給你的錢 第一是免息貸款 第二是有個還款年期的 就是最長25年 還有如果你中途賣屋 就是你賣屋那天 政府就要收回你 當時的物業的5%或者10% 如果你賣屋的屋價賣屋價就很清楚了 就用那屋價5%或者10% 暫時都政府和你承擔 如果你不賣屋 過了25年都不賣屋 政府就要求你做一個股價 就是一個公證師的股價 股完價之後 政府要問你下5%或者10% 黃耀明2019美嘉祥回演唱會 購票請上網 mrgconcerts.com 學生忙家長更忙 趕著送子女上學 難免一時趁急開快車 無理交通規則 多時警方今天開始在校區 全面打擊違規司機 那下無論是超駕分心駕駛 不管stop 警方都會抓到你 今早早有一位司機 沒有幫小蚊子擺好Booster seat 結果接到罰款250元告票 在多士北面newmarket 一位媽媽趕著送子女上學 趕著追校車 無理交通督道員指示 被控不小心駕駛 結果接到罰款490元告票 還要扣6分 多士市長張德利今早說 為應付司機在校區一帶超速駕駛 今年12月就會推出雷達攝錄機影快照 他說 市府工人現在已經試機 在Etopical的Ranford Road 拍到一名司機 在限速40公里 開到時速200公里 一周拍到超過2500名司機超速 大家不要以為超速很閒事 在校區裡超速 限速40公里如果超20 罰款就會由原來的95元增加到180元 還要扣3分 為己為人 為了學生 路人安全 大家都要slow down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從去年11月到今年6月期間 估計有超過1900萬個加拿大人的個人資料外線 是去年同期的6倍 加拿大私隱專員辦公室 在過去幾個月裡 接到446宗個人資料善物個案 這些洩露的數據 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進行違法行為 個人資料外洩個案急增 原來並不代表以前較安全 只是因為在去年11月開始 OPC強制各個機構或企業 必須報告數據事物事件 而這樣的報告 在之前只是志願性而非強制性 因此在申發實施後 收到的報告數量 是實施前同期的6倍 大選臨近 各個政黨都透過社交媒體 或短訊助選 而選民的個人資料 有助他們更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 但政黨不受人事發覺有速 不用報告數據事物事件 有傳媒就開始調查政家人士 在聯邦選舉期間 使用個人資料的情況 一款未經衛生部檢定的面霜 使用後 皮膚可能會出現嚴重不良反應 衛生部警告消費者立即停用 這個名叫Belinda Dr.Medica品牌的產品 包裝上著名有處方藥物成份 市民如果沒有經醫生和以下使用 有機會出現面部或眼睛腫瘡 呼吸困難和皮膚紅腫 孕婦和暴雨中的母親都不可使用 衛生部已經在Oshwa和Oakville 查封大批面霜 呼籲市民如果有這個產品 應該馬上停用 並與醫生聯絡 多倫多倫多北約克昨晚發生火警 一間位於Yan & Finch附近 正在建的獨立屋 昨晚9點發生4級火警 由於火勢晚烈 整家屋都被燒毀 但幸好火警中沒有人受傷 多倫多今晚氣溫約19度 明天日間平均氣溫約21度 今晚油價是185.9度 明天預計會是無聲電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曾經被稱為香港六大冊王 和十大重罰之一的何東成有再次犯案 他近被法官說是一個職業冠犯 他在5年前說假釋出獄之後 去年5月在佔沙著海洋中心一間中標行 到去價值約550萬的六件轉式 其後在街上被警方折查 即時表示後悔和自首 何東成共有41項案底 當中25項和搶劫有關 他在17歲首次犯案 19歲被判搶劫罪判監4年 在1993年被控二十幾項罪名 包括打劫、開槍拒捕、誤殺和謀殺等罪 最終被判終身監禁 他期後申請複核刑期 改判監禁37年 他由2014年氣架式 去年作案時接受懲教署監管 香港人經常說有危就有機 今次年日來局勢不穩 零售、飲食業大受影響 已經有不少餐廳結業 店舖租售價格亦除之下跌 在市道不佳的情況下 有投資者趁機入市 近日年租約約3,300萬 買入800呎銅鑼灣耀華街 30號地鋪 較早前原業主要價8,000萬 大減4,700萬或6成 以核心地段銅鑼灣來說 劈價6成甚為刊見 現在的租戶經營貴價凍獄 每月租金6萬元 新業主回報旅有2.1里 這次趁低級立究竟有沒有眼光 大家可以放長雙眼看看 現在看娛樂新聞 鄭新文近日跟了老公去治安去旅行 她還說旅行之後 夫妻的感情有聲滑 我們聽聽她怎麼說 休息一下 因為演唱會太累了 無論整個身體或整個心都很累 其實我都未累完 我現在都未演接又做著 我很累 覺得整個很累 但是心靈是放鬆的 因為始終跟好朋友一起去旅行 心靈是放鬆 我們其實是三啡人的 三啡人應該探望她 所以行程是開心 不過我始終年紀大做完演唱會覺得很累 這些其實很難避 當手機年代一出現的時候 其實避影都是很難避免的 還有我覺得其實大部份 很多網民都是很善意的 除了只剩下偷拍那些 一般都問了你可不可以合照 如果那天真的太肉酸眉又沒有 眼又倒閉 那我就很禮貌 對不起我真的太樣衰了 今天我真的不行 今天沒有眉 她說不行 但一般其實都很好的 我覺得無論你來自甚麼國家 要來拍你其實都是很有禮貌 她們每次拍到你都是你和安仔兩個很甜蜜 兩個像糖枝豆 對 下班就照正常相處 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正常相處 平平淡淡的相處 正常相處 正常相處 她開始工作沒有 將來她自己 將來她自己回答 我覺得都是 凡事都有過程 我覺得首先她 先整理好自己 怎樣去面對自己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過程 反而我自己個人 就是完全不急於她要不要回答 我覺得完全不急於 反而她慢慢修理好 靜私幾 我覺得重整自己更重要 重整整理一下自己的內臉 做事我覺得完全不需要這樣 她有沒有女孩的夫妻 這樣同樣的生活 嘩 這麼多事情要問 這個計算是沒有 沒有 自然相處 這麼甜蜜都應該是 自然相處 自然相處 我覺得自然相處 什麼事都有過程 今天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個愉快的晚上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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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珍